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诺曼底的六支军队,从地日到巴黎解放》 作者是战争史专家,原英国美日电讯报防务主编约翰·基根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军事术语叫做D-Day D-日,军队通常用它表示开始一场演习或发起一场战役的那一天 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日应当是1944年6月6日 因为那一天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走向的诺曼底战役打响了 迄今为止,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 将近290万盟军将士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 一路消灭德军,解放了沦陷四年之久的巴黎 此战过后,盟军推进到法德边境 纳粹德国朝不保夕以南逃覆灭的命运 诺曼底战役的重大意义,加上激烈的战斗过程 致使此后数十年,它依然被不断提及 1962年的美国影片《最长的一天》 还原了低日当天的战斗 1998年的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 呈现出战争的血腥残酷 2001年的美剧《兄弟连》更是以空降兵视角 刻画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 不过,上述影视作品着力表现的都是美国军队 本来嘛,他们都是美国人拍的 所以也不奇怪 但在真实的诺曼底战役中 除了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苏格兰人、波兰人 以及法国人也都曾浴血奋战 有的还付出过重大伤亡 今天要讲的这本《诺曼底的六支军队》 作者就以细腻的笔触 介绍了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六支盟军部队 正是依靠他们的同仇敌忾、协同合作 盟军才能步步推进将纳粹德国彻底击败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这本书 我的讲述会分为四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走向诺曼底、战争态势和战役准备 第二部分,血战滴日、空降作战和海滩登陆 第三部分,致命一击、消耗战和维歼战 第四部分,获得完胜、解放巴黎和战果评估 好,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 走向诺曼底、战争态势和战役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战之初,美国把主要的军事资源投向太平洋战场 打击日本 直到1942年6月,美军取得中途导战役胜利 遏制了日军攻势 这才能腾出手开始讨论出兵欧洲的事情 而此时,欧洲战场的局势很不乐观 西欧、东欧和南欧已悉数沦陷 而在东线,苏军尽管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 但德军主力还在 他们正向苏联南方的军工业中心前进 一旦拿下,苏联很难继续支撑 更要命的是,仗打了一年多 苏军损失约500万人,损耗巨大 危急关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多次催促英美 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压力 在开辟第二战场这件事上 英国和美国一致 双方的分歧在于在哪开辟 英国人主张在地中海同德国打消耗战 地中海连接着北非和中东 通过苏伊士运河又能连接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 所以,英国人明面上是开辟第二战场 实质上是想借助盟友的力量 维护大英帝国利益 这岂能瞒住精明的美国人 而且,美国人认为消耗战旷日持久 短期内无法分散苏联的压力 因此,他们主张直接在法国北部登陆 同德军硬碰硬 双方争论了很久 最终各退一步 决定将力量集中到地中海 但不打消耗战 而是进攻意大利 逼迫其投降 削弱轴心国实力 1943年7月 意大利战役打响 战役之初 盟军顺风顺水 占领了意大利南部 意大利发生政变 莫索里尼倒台 可德国很快调集军队在意大利中北部构筑了坚固防线 任凭盟军怎么进攻都无法突破 意大利战役就此打成僵局 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英国终于同意在法国北部登陆 那么下一步就是确定登陆点了 盟军重点考察了三个地方 首先是法国东北部港口加莱 他距离英国仅30多公里 登陆条件良好 当然这一点希特勒也看得到 所以派重兵驻防 这要打起来盟军可没把握 于是盟军的目光又落到西北部的科唐坦半岛 半岛顶端的瑟宝也是天然两岗 而且距英国的普茨茅斯港很近 但半岛地形狭窄不利于大部队展开 选来选去只有诺曼底了 他就在科唐坦半岛东边 拥有漫长海岸线 能容纳大规模军队 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德军防线的薄弱区 有利于盟军登陆 一旦站稳脚跟 盟军将夺取诺曼底南面的城市卡昂 从卡昂到巴黎只有160公里 并且是畅通无阻的平原 解放巴黎的政治意义那可太大了 就这样 盟军确定了战役的出发点和战略目标 以诺曼底登陆为起点 以解放巴黎为终点 诺曼底战役进入筹备阶段 首先是迷惑德军 盟军兴师动众地侦查加莱 还将声名卓著的巴顿调往加莱对岸 声称他正在组建巴顿集团军群 将发起渡海攻击 德军果然误判 其实在意大利挡住盟军后 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判断盟军会在法国北部登陆 为此大批德军被抽调过去 至1944年6月 驻法德军增加到55个师 他们大都参加过波兰战役 法兰西战役 经过苏德战争的淬炼 经验丰富 如果能在盟军登陆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德军是有迎面的 但德军最高统帅部 无法确定登陆地点 而在盟军误导下 他们认定战役将在加莱打响 于是以此为防御重点 这样就不得不削弱诺曼底的防御力量 结果诺曼底地区尽是些人员不整 武器较差的三流部队 德国还从苏军战俘中挑选出一批 所谓志愿者去驻守碉堡 他们的士气可想而知 与德军相比 盟军派出的都是精兵强将 盟军最高司令 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 亲自担任总指挥 陆军、海军和空军 则分别由英国将领担任 其中负责指挥地面部队的 是刚刚在北非重创德军的蒙哥玛利 他们上任后 调兵遣将 短期内就汇集了36个师 约153万人 要把这么多人投送到海岸上 并保障其后勤供应 光是登陆艇和运输船 盟军就准备了约1万艘 此外还有一千艘军舰和一万三千架战机 给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论规模 诺曼底战役已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登陆作战 盟军的主力自然是美军和英军 先看美军 加入二战后 上千万美国青年报名参军 此次为进行诺曼底战役 美军投入了百万之众 美军士兵普遍缺乏战争经验 不过凭借超强的军工业实力 美军装备精良 后勤充足 这是其他军队无法比拟的 再看英军 从二战初到现在 英军历经敦克尔克大撤退 不列颠空战 阿拉曼战役 积累了丰富的对德作战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人指挥的不仅有英军 还包括整个英联邦 如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南非 他们的军队统称英军 在诺曼底就活跃着苏格兰和加拿大 两支英联邦军队 盟军还调来了两支特殊军队 波军和法军 波兰在二战爆发后一个月 就被纳粹德国锁灭 一部分波兰官兵流落英国 组建空军和装甲部队 他们参加了不列颠空战 并在意大利战役中有突出表现 这一次波兰人是带着复仇之火 来到诺曼底的 法军的情况大同小异 1940年6月 法国投降 一群以戴沟勒为首的法国军官 出走海外 建立自由法国 坚持抵抗法西斯 在英美政府帮助下 自由法国也组建了军队 这次对法军来说是打回老家去 他们当然要参加 当然 考虑到法军和波军实力有限 他们主要起辅助作用 主力还是美军和英军 这样 诺曼底战场上就集中了 美国 英国 苏格兰 加拿大 波兰和自由法国 这六支盟军部队 战役一触即发 第二部分 血战滴日 空降作战和海滩登陆 我将讲述战役的开端 并介绍美军 英军和加拿大军队 这三支军队的表现 1944年6月初 法国北部海域出现恶劣气候 根据德军的气象预报 这将持续一段时间 负责该区域防御的 德军西线司令部 B集团军群司令龙梅尔判断 盟军近期不可能发动进攻 于是 他放下工作 回德国给妻子过生日 这一天 是1944年6月4日 巧的是 盟军最高司令 艾森豪威尔 也收到了一份气象报告 盟军报告显示 眼前的阴云将会消散 气候会好转 艾森豪威尔 当机立断 下达作战指令 6月6日凌晨1点半 盟军启动第一波攻击 率先出击的 也是本书中 最早出场的两支部队 美军和英军的空降部队 美国82空降师 101空降师和英国第六空降师 约13000名散兵 乘坐822架C47运输机 飞林诺曼底上空 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或占据后方的桥梁 仓库 阻击德国援军 让登陆部队有时间建立和巩固 滩头阵地 此外 盟军在多个地点实施空降 还能起到迷惑德军 使其弄不清主攻方向的作用 尽管做了精心准备 可一到实操阶段 还是状况频出 后密的云层 加上德军的防空火炮 让不少运输机偏离了预定航线 结果散兵落地后 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有的散兵因为跳伞高度不够 降落伞刚打开就落到地面上 一些人被摔死 还有一些腿脚骨折成了伤员 还有人还没来得及跳伞就牺牲了 美军101空降师506团一连的一架飞机 被德军高射炮击中 引爆了舱内一包高爆炸药 整架飞机凌空爆炸 一连连步全体阵亡 美剧兄弟连就表现过这个悲惨的场景 即便那些顺利降落的幸运儿 也往往发现自己迷了路 上级找不到下级 战友找不到战友是常态 编制全都打乱了 例如美军82空降师师长李奇薇 降落后就同师部失去联系 连电台也不见踪影 他只能搜罗一切遇到的士兵 把他们组织起来 这也是其他军官都在干的事 所幸运气站在盟军这边 战役发起前很久 盟军就对法国沿海实施了持续轰炸 所以这一次在驻守诺曼底的德军看来 无非是力度更大些罢了 而且由于乌云密布 夜幕笼罩 德军没能判断出盟军实施了大规模空降 更没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登陆作战即将开打 因此诺曼底德军没有向统帅部预警 也没有全力倾脚降落的盟军散兵 这等于给了英美散兵机会 他们占领桥梁 攻陆伏击德军巡逻队 还趁天黑摸进德军军营 很多德国士兵在睡梦中被打死 这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 是美军82空降师505团二营 该营可以说运气爆表 90%的散兵都降落到预定的集结区内 唯独营长范德沃特倒霉 着陆时摔断一条腿 只好坐在小推车上指挥战斗 六日清晨 他接到命令派一支小分队 去小镇圣梅尔埃格利斯 圣梅尔埃格利斯位于盟军的主要登陆点 犹他海滩背后 直线距离8.6公里 13号国道从小镇中心穿过 这正是德军支援海滩的必经之路 所以范德沃特派出手下最得力的军官 特恩布尔中尉 率一个牌前往防守 特恩布尔有个外号 酋长 这是士兵用来形容他 作战勇猛 而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他抵达战场后 在国道两侧部署好兵力 静待德军 不久 德国第91步兵师的一个连 高唱着军歌 沿国道而来 不知不觉间 进入散兵射程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德国人可不是菜鸟 他们迅速找到隐蔽位置 随后凭火力判断 盟军充其量40来人 只有几方兵力的四分之一 于是德军立刻反击 攻防形势逆转 三兵们顽强抵抗 坚持到下午伤亡20人 有战斗力的只剩下23人 眼看阵地即将被突破 特恩布尔展现出酋长本色 他发起反冲锋 猛攻德军的中间部位 德军手忙脚乱 暂时停止了攻击 就这么点时间差 让援军得以赶到 巩固阵地 自始至终 圣梅尔埃格利斯镇 都控制在美军手中 特恩布尔因此被部下奉为英雄 只可惜第二天 这位英雄被德军的迫击炮弹炸死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无常 正当散兵拼命阻止德军的时候 更为血腥的厮杀在海滩上进行 6月6日上午5点半 也就是空降后约4个小时 登陆作战启动 诺曼迪海岸线漫长 盟军特意选了5个登陆点 具体分配是 美军攻占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 英军攻占金海滩 诸诺海滩和剑海滩 其中隶属英军第二集团军的 加拿大军队主攻诸诺海滩 它是本书第三支亮相的部队 加拿大军队有个特殊之处 不少士兵是法国移民的后裔 回老家作战士气自然很高 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更是增加底气 据计划 在第一波次攻击中 担当主攻任务的加拿大第三部兵师 就能投入2400人 而对面德军有多少呢 400余人 装备方面 该兵师配备198门火炮 76辆两栖坦克 外加巡洋舰上的大口径舰炮 以及绝对制空拳 令德军望尘莫及 不过 德军依然给加拿大人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 战斗打响后 盟军战舰和轰炸机 先对德军摊头阵地狂轰滥炸 随后 在延伸炮火掩护下 装载着坦克和步兵的登陆艇冲向海滩 一开始 德军被打蒙了 但他们的碉堡隐蔽性较好 不少都躲过了轰炸 德军就聚守碉堡 富裕顽抗 战斗进行得很艰难 六日当天 加拿大第三步兵师向前推进了3.6公里 付出了335人阵亡 700人受伤的代价 加拿大人还算运气好 因为在奥马哈海滩的美军遇到了强劲对手 驻守那里的是德军在诺曼底唯一的精锐部队 他们武器精良 攻势坚固 还在潜滩处埋设大量水雷 这让美军损失惨重 据统计 在奥马哈海滩 每9秒钟就有一名美军士兵受伤或死亡 一天下来 美军阵亡3000人 负伤6000人 奥马哈海滩由此得了个血腥海滩的名声 好在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 盟军逐渐站稳了脚跟 六日晚间 登陆部队已经将滩头阵地同散兵 在敌后建立的阵地连成一片 登陆战基本成功 那接下来 等待盟军将士的会是什么呢 答案将在第三部分 致命打击 消耗战和围艰战中揭晓 而在这一部分大放异彩的 是苏格兰军队和波兰军队 前面讲过 德军主将龙梅尔 于6月4日飞回德国休假 他将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 施派德尔 而施派德尔偏偏在5号晚上 宴请前线将领 晚宴持续了很久 当盟军散兵于6日凌晨着陆时 德军将领正在谈笑风声呢 施派德尔还算警醒 得到消息后打电报给龙梅尔 要他返岗 同时指令装甲部队向海滩进发 防止盟军登陆 可这道命令被希特勒取消了 因为元首认为 这不过是阳攻 盟军的登陆点还是在加莱 一直到6日中午 战况急转直下 希特勒才改变主意 同意持缘 但为时已晚 盟军已站稳脚跟 下一步计划是美军向北 消灭盘踞在科唐坦半岛上的德军 解除后顾之忧在南下 深入法国腹地 英军则得取卡昂 为进军巴黎铺路 摆在德军面前的选择很清楚 巴黎不容有失 为此必须守住卡昂 因此希特勒 则成龙梅尔组织力量 前往增援 至于科唐坦半岛 他下令死守 德军已无力兼顾了 一时间 卡昂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此时 龙梅尔已回到 设在巴黎的指挥部 6月8日 他下令第12、第21装甲师 和装甲教导师奔赴卡昂 这三个装甲师 是当前德国在法国 最能打的部队 向装甲教导师 是名将古德里安亲自组建 师长则由他最信任的下属担任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很强 6月13日清晨 英军第七装甲师的先头部队 同德军装甲教导师的一个营遭遇 战斗中 英军坦克无法击穿 虎式坦克的装甲板 反过来 虎式坦克对英军坦克的射击 一打一个准 结果 英军损失25辆坦克 28辆战车 以及大批士兵伤亡 与此同时 英军主帅蒙哥马利 得到了一个消息 还有五支德军装甲师 正从各地赶来 包括战功卓著的党卫军 第一装甲师 算起来 德军将在卡昂 汇集整整八个装甲师 龙梅尔是把家底都拿了出来 就赌这一把呀 蒙哥马利从中嗅到了机会 如果能把德军主力 牢牢吸在卡昂 消耗其实力 对盟军不是非常有利吗 于是 从6月中旬开始 英军同德军在卡昂 及周边地区反复拉锯 激战10天 英军基本占据了 卡昂的外围防线 紧接着 蒙哥马利计划派出一支部队 插入两支德军的结合部 将其分割包围 承担这项任务的 是第四支亮相的部队 第15苏格兰人步兵师 顾名思义 这支部队由苏格兰人构成 他参加过一战 战后解散 二战初期重建 负责守卫英国海岸 现在 英军人力吃紧 把他调到了前线 6月26日清晨 第15苏格兰人步兵师 奉命行动 第一波进攻 投入六个营 苏格兰士兵 以三人为一组 分散前进 他们身后 是数百门大炮 提供炮火掩护 空中还有盟军轰炸机 看起来 这次任务并不难完成 可打仗不是请客吃饭 实际上 苏格兰人面临着两大难关 首先是德军的顽强抵抗 苏格兰人迎面撞上的 是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 该师又称元首卫队 士兵来自希特勒青年团 他们年纪轻轻 经验不足 但对希特勒盲目崇拜 打起仗不要命 在之前的战斗中 英军就领教过他们的疯狂 其次 卡昂郊也遍布生长上千年的灌木和小桥木 他们紧密地挨着成为天然屏障 德军构筑攻势时 对此加以利用 将树林 灌木丛 河床 沟渠 骨仓 农舍等串起来 构筑成一条立体防线 仅在苏格兰人前进的路线上 德军就埋设了28个独立火力点 11个大型步兵掩体 这都是轰炸难以摧毁的 而且德军军官大都参加过苏德战争 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们知道 英军人数是自己的10倍 火炮是自己的12倍 硬扛肯定不行 他们采取的战术是 遇到轰炸 咬牙挺住 绝不出声 当英军推进到射程内 果断开火 随后迅速转移阵地 因为你一开火 英军炮兵就会锁定你的位置 予以精准打击 你必须换个地方继续战斗 而这又能给英军造成当面之敌很多的假象 这套战术奏效了 第15苏格兰人步兵师攻了一天 损耗很大 进展却有限 他们每走一步都可能碰上路障 地雷或狙击手 英军坦克那薄薄的装甲板 也挡不住暴式坦克和虎式坦克的穿甲弹 好在英军拥有压倒性优势 加之苏格兰人浴血奋战 他们硬生生地在德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迫使德军不断增援 至29日 党卫军第一和第二装甲师投入战场 这个党卫军第一装甲师 全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齐队 入侵波兰、法国、希腊 他都有份 是名副其实的精锐部队 苏格兰人压力倍增 但他们平显巨手 多次击退德军进攻 这道口子 后来被称为苏格兰人走廊 为夺取和守住他 第十三苏格兰人步兵师 五天内伤亡了2500人 从战术层面讲 苏格兰人走廊价值不大 因为他只是突破德军防线 而没有完成切割包围 但在战略层面 他吸引了德军主力 使之分身乏术 无法赶到其他地方救火 这郑重蒙哥马力下怀 他就是要在卡昂拖住德军 卡昂打得难分难解之际 美军已拿下科唐坦半岛 调头向东 目标很明确 卡昂南边的重镇 法莱斯 拿下他 盟军将包围德军 十个步兵师 九个装甲师 约25万人 这是德军在法国 几乎全部主力 美军加紧赶路 至八月上旬 法莱斯包围圈即将完成 英军和美军 一北一南 已成夹击之势 德军这时才反应过来 准备突围 东边是美军和英军的结合部 但两军尚未会师 这就成了德军逃生通道 蒙哥马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急令波兰第一装甲师 日夜兼程堵漏洞 这是诺曼底战场上 第五支登场的盟军部队 前往卡昂途中 波兰人听到了来自故乡的消息 八月一日 波兰底抗军在华沙举行起义 与德军激战 这牵动着波兰官兵的心 他们每天收听广播 渴望能和同胞并肩作战 蒙哥马利的命令 于八月十七日晚上送达 次日凌晨 波兰第一装甲师的一支部队就出发了 连燃料和弹药补给都没进行 他们迫切想证明 波兰人是能够同纳粹军队抗衡的 十七日浮晓 波军行进到一个十字路口 发现一支德军车队正从前方横穿过去 波军指挥官科书茨基当即辨认出 这是党卫军第二装甲师 因为五年前双方就交过手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波军立刻干掉了德军车队 十九日 科书茨基所部 一千五百名步兵和八十辆坦克 赶到了缺口 他们面对的是十几万德军 科书茨基把军官召集起来立誓 身为波兰军人 我们绝不后退 一方坚守阵地 一方急于逃命 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德军使出了所有的战术手段 步兵突击 坦克突击 猛烈炮击 不坦协同进攻 忽然的战场静默 迷惑对手 随后猛攻等等 无奈波兰人死死守住阵地 炮兵打光了炮弹 端起枪投入战壕 医护兵 通讯兵 工兵 也纷纷与德军进战 战斗中 科书茨基胸部被弹片击中 但他坚守岗位 德军要波军投降 他就两个字 绝不 坚持到二十一日早上 波兰人听到远方 隆隆的坦克声 那是自己人的坦克 中午时分 前来支援的加拿大军队抵达 防线已不可撼动 波兰人两天多的坚守 将70%的德军 堵在了包围圈里 科书茨基锁部 因而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嘉奖 当然 他们也付出了325人阵亡 上千人负伤的代价 可以说是非死即伤 加拿大士兵打扫完战场后 立了块纪念碑 悼念战友 石碑上刻着几个字 波兰人的战场 卡昂攻防战消耗了德军 法莱斯包围战 歼灭了德军大部分主力 通往巴黎的道路 已然打通 诺曼底战役 进入了尾声阶段 我的讲述 也将进入第四部分 获得完胜 解放巴黎和战果评估 而最后一支盟军部队 自有法国军队 也将在此现身 巴黎是肯定要解放的 问题在于谁来解放 早在法莱斯包围战 还在进行的时候 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组织 就发动了起义 驻守巴黎的是德军二流部队 战斗力较弱 而且呈防司令 逢肖尔蒂茨 心知大事已去 所以对起义军的镇压 并不积极 这可急坏了自由法国领导人 戴高乐 要是让法共抢了头功 那还有自由法国什么事 于是他向盟军最高司令 艾森豪威尔提出 让诺曼底战役中 唯一的法国部队 法国第二装甲师 奔赴巴黎 当时该师还在参加 法莱斯包围战 艾森豪威尔有些犹豫 戴高乐干脆直接命令 第二装甲师 掉头去巴黎 本书描写的第六支 也是最后一支盟军部队 至此登场 8月22日 法国第二装甲师 兵分三路冲向巴黎 24日中午 他们在巴黎郊区 同德军交上了火 法军有一万两千多人 数千辆坦克火炮 德军招架不住 当晚九点半 法军坦克驶入巴黎市区 停在市政厅门外 这里距德军司令部 仅几百米 巴黎的大街小巷 已经响彻钟声 这是巴黎市民在庆祝 钟声自然传入了 肖尔蒂茨的耳中 做了象征性抵抗后 他于次日宣布投降 就这样 自有法国 以极其微小的代价 解放了巴黎 这也宣告盟军 达到了战略目的 诺曼底战役 随之落下帷幕 从6月6日吹响号角 到8月25日解放巴黎 此次战役持续近三个月 盟军达成了 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目标 盟军获胜的原因 是一目了然的 在兵力和火力上 都拥有压倒性优势 又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 并且在战前成功误导了德军 使战役的发动具备突然性 种种有力条件加起来 走向胜利是必然的 具体到参战的六支盟军军队 应该说美军和英军 承担了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当然 加拿大 苏格兰和波兰军队 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特别是苏格兰人和波兰人 他们浴血奋战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相对来说 法国第二装甲师没打什么硬仗 也就没有机会表现 不过 在六支盟军中 法国人捞取了最多的政治资本 因为解放巴黎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威望大增 成为战后法国政坛上 最具合法性和影响力的政治势力 最终 戴高乐重建法兰西共和国 并担任总统 可以说 幸运的自由法国 正是依靠着盟军将士的浴血奋战 通力合作 笑到了最后 反观德军表现就差劲多了 登陆之初 希特勒认为 靠助手摊头的德军就能挡住盟军 于是取消了前线将领下达的增援令 战役中后期 他又坚持把盟军从卡昂赶下海 这导致德军主力被困在卡昂 无谓的消耗 最后被从背后赶来的美军包了饺子 隆美尔是最早意识到问题的 他向希特勒提出 不应当同盟军正面硬钢 而要将主力撤回到第二道防线 不巧的是 七月十七日 龙美尔在前线视察时被盟军飞机炸伤 不得不休息 三天后 一些德国军官策划暗杀行动 希特勒险些毙命 这极大的刺激了希特勒的神经 他变得疑神疑鬼 看谁都想叛徒 更糟的是 盖世泰宝的调查显示 指挥诺曼底德军的龙美尔 和接替他的克鲁格都涉嫌参与暗杀 于是前者被冷藏 后者被解职 两人先后服毒自杀 这样一来 其他将领更不敢质疑希特勒的命令 德军高层出了那么大状况 战场指挥混乱 指令前后矛盾 也就在所难免 最后讲一讲诺曼底战役三个重大意义 第一 重创西线德军 为进军德国本土做好准备 战前 德军西线总司令部 共有50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 战后 步兵师报销了一半 而且剩下的那一半实力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一 装甲师倒还有11个 听起来损失不大 可要知道 每个装甲师只剩下10辆坦克 加起来还抵不上盟军的一个坦克团 至于空军 本来就不多的战机 更是所剩无几 将领方面的损失更惨重 因为希特勒固执己见 大批高级将领陷在了法莱斯包围圈里 他们要么阵亡 要么被俘 据统计 德军总共损失了三名军长 二十名师长 以及数百名参谋人员 西线总司令部几乎沦为空架子 第二个重大意义 在经济上重创纳粹德国 使其难以维持战争 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可以说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法国的粮食供养了大量德军 法国的工业和自然资源也让德军享用不尽 从1941年到1944年 德军从法国征用了50万匹马 占德军马匹总数约五分之一 法国四分之三的铁矿石 50%的铝土矿 以及煤产量的15%被运往德国成为军事物资 德国还强迫100万法军战俘劳动 并征召了约50万法国工人替德国人生产劳动 随着法国全境的解放 这些红利纳粹都享受不到了 与此同时 德军还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丢掉了罗马尼亚大油田 他已经失去了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军事资源 诺曼底战役的第三个重大意义 是在政治上宣告了纳粹德国灭亡 解放巴黎后 盟军又解放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盟军已推进到法德边境 东线的苏军更是杀入了德国本土 这相当于在政治上宣告 纳粹德国大势已去 灭亡是迟早的事 轴心国在重压之下四分五裂 纳粹德国的盟友意大利早就退出了战争 芬兰与苏联大兵压境之际转向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转换了阵营 纳粹德国已然四面出戈 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上空 好 诺曼底的六支军队就讲完了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